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身成为一个没有灵力的废材小姐 受尽欺凌 幸得爵士高手南宫流云将我救离水火 并助我重启天赋灵力 日久历练相处 我心中的伤口 静静被这个男人的百般呵护抚平 然而我最终发现 她背后也许另有隐情 落日山脉一行 她为我挡下了致命的一击 王爷为了保护苏洛惨遭误伤 幸而在最后关头 那太子和鬼刺探子起了内候 我们才能将她救回王府 那个苏姑娘 真希望她永远别再出现了 太多不可思议的感觉流传在眼前 就在两个眼神交汇的那个瞬间 不知不觉在心中多了那一份坚决 我要守护你 穿越千百万年 我在落日山脉 飞舞蹈光之外 你在陵远峰 百千美人是福 游离碧落大陆 太多让我们记住 只有你的微笑让我屈服 我穿越未免只为找到命中的恨离 就算天里无数心风雪雨 就算是魂全面 就算风起一切 我陪你一起抵对整个世界 穿越万年之外 穿越万年之外 全是命中的肯定 谁都不能阻挡我的意志 我决定的诏明 迷你天的决定 原来我们是彼此命中注定 小 小姐 你要去哪儿啊 才刚从落日山脉回来 一身的伤风好好休息 你是要去哪儿啊 小姐 这里是 难不成小姐要找金王殿下算账 可是我听凌凤说 殿下他的伤情更严重 就连瑶池仙子都束手无策 而且殿下以前还救过绿罗呢 小姐您就原谅殿下好不好 我有说过要找他算账吗 小姐 等等我 各位姚池公的前辈 还要多久才能让他恢复清醒啊 殿下体内的黑暗力量不断冲撞 在我家少公主找到灵妖回来之前 还需要二位继续加强法阵 压制住殿下 你家少公主再不回来 我就撑不住了 让我试试 苏洛 你竟然还敢过来 是嫌殿下为你伤得还不够重吗 别靠近 他现在很危险 我有办法稳住他 啊 就凭你 小姐啊 你哪有那个本事啊 对 得好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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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嗯 哇 对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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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多想了 你看看这是哪里 是你的空间 所以你亲我 是为了跟我神识共鸣 让我恢复片刻的清醒 对吗 看来我这空间之力 果然能压制你的黑暗血脉 可惜我还是太弱 如果像你母亲那样 被你吞噬掉的话 我想也许 就能让你恢复得更彻底吧 不 我从没想过来吞噬你 只是一旦发作 我就 抱歉 抱歉 姥姥 今天是你的五岁生日 老杰是你的礼物 来 把他杀了 不 我 我 我不要 你一定要 我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你 根本没有选择布的资格 来 收下这份礼物吧 你想要生存 就先接受你的第一场杀戮 对不起 我没有选择 抱歉 我知道 你不想吞噬我 你只是没有选择而已 你替我挡下一刀 我只是不想欠这个人情罢了 等您稳定之后 露露 我们两不相欠 快 快 快走 小心 法队已经压制不住殿山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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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你没事吧 对 师兄 我回来了 瑶瑶姑娘 您您有找到对症的单方吗 瑶池宫 炼玉成 能看的要点我都翻遍了 也没能找到解救的办法 是 那殿下他 但我得到了一个消息 荣云大师来到了东陵国 就在云雾峰 荣云大师 荣云大师 他谁啊 他是碧落大陆最厉害的神级烈药师 若他肯出手 南宫说不定有救 只不过 荣云大师孤高冷傲 从不闻江湖 要请他下山 恐怕不易 我带来了瑶池宫和炼玉成的令牌 只要大师愿意相助 两大势力 都将终生奉他为上兵 于求于取 加上晋王府 北陈殿也算一个 嗯 极其必落大陆四大势力的诚意 总算有些筹码了 我这就前去拜会 师兄 就拜托你们了 务必小心照顾 等一下 我也去 你知不知道 师兄都是因为你才一伤再伤 一切的根源都是你 跟我踏出晋王府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那就要看在你心中 是南宫流云的性命重要 还是你的仇恨更重要吧 既然你们说的那个大师那么牛 就你们那四块破牌子 请得动人家吗 而我 有碧落大陆上 任何势力都没有的东西 我实在想不出 苏姑娘有什么宝贝 竟比我们四大势力更厉害 何不拿出来瞧瞧 啊 我跟你很熟吗 行什么拿给你看 那你保证 救完人以后 就离开师兄 求之不得 麻烦你把他管老点 凌风 龙里马已经有一位 是 明明只要杀了那个空间法师 就能拿下南宫流云 你偏要留他性命 就因为你自作主张 导致我们功亏一篑 那又如何 看来我们的目标并不一致啊 你们想要的是南宫流云身上的黑暗能量 而我要的是南宫流云的命 不取走他的黑暗能量 根本没机会取他性命 但空间元素会破坏一切 你想要达到目的 那个空间法师就必须死 这么说 我们的合作 并没有真正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 什么 南宫流云的命我自然是要的 那就 但空间法师 我也要 什么都想吃 小心掖着 皆是盘中菜 通吃有何不可 我差点忘了 鬼刺组织想杀人还得借助外力 真我呢 既然如此 我们也没有合作的必要 没有鬼刺的协助 你也不过是个窝囊的孩子罢了 看看最后 到底是谁求谁 哼 好大的雾啊 这里就是云雾风吗 喂喂 我说你这头发弄着我了 能不能管管他呀 这么吵 你洗头不嫌累的吗 你给我闭嘴 再吵就把你扔下去 那你试试看啊 走 怎么回事 龙鳞马 龙鳞马受到惊吓 附近必有异常 这里的雾越来越大了 是我 你看清楚点 还不是你 走得鬼鬼祟祟的 我还以为是魔兽 你 你才冒兽呢 我们现在在哪儿啊 这里是雾河 河 怎么没听见水声啊 雾河就是雾 没有水 只有修炼高手才能顺利渡过 到达彼岸 那对废柴来说 就是死路一条咯 算你有自知之明 等一下 你干嘛 你不是会飞吗 嗯 苾河 哈哈 难怪修仙局会这么火 非天成仙水不碍啊 太爽了 哇哈哈 爹市编剧成不起我呀 哦 喝咔 cig 资辉高点 哎 quelle 鞭富 大家 好痛啊 这里就是云雾风 荣云大师就住在风顶上 悬崖峭壁啊 高手 还带我飞吗 不行 这里布下了 禁止使用灵力的捷剑 这有什么难的 不能飞就爬上去呗 你说的倒是轻巧 不过也只能这样了 没有灵力的你 也就是废柴一个 你 别怕 这次换姐来带你玩 挂桥 你左边有根树枝可以抓 跟上我的路线 断 我说 你该减肥吧你 快踩到石壁上 很好了 再掉下去我就不管你了 白脸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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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口水吗 大师 摇池宫 李瑶瑶 拜见荣云大师 是来求我救人的吧 正 正是 如果大师愿意出手相救 我们摇池宫 炼玉成 晋王府 还有北陈殿 我都看不上 怎么会 四大势力可是 下一个 拿何物交换 我虽然没有新子的人脉资源 但这个 是碧落大陆绝对没有的东西 什么时候写的 不写的 没想到吧 这个嘛 我也略懂一二 怎么会 他连地球的生化武器方程师都懂 你的宝贝 人家也不稀罕吗 我可以去救人 但我看不上你们带来的东西 这样吧 你俩打一架 谁赢 我跟谁走 打架 规则很简单 黑子落向白子期间 尽用灵力 反之白子落向黑子 则可自由使用灵力 现在 你们可以开始了 目前最有效率的做法 就是我们两个中 随便一个人故意输掉 别天真了 你想糊弄荣芸大师吗 这个女人 即使我认输 恐怕她也会下杀手 而且荣芸大师 好像也不会偏袋一方 看来只能认真打了 正好啊 我也喜欢你死我活 来吧 醉 好好做 啊 啊 还真是千军一发呀 不惜 可惜太弱 上 谁呢 你输了 好了 比赛到此结束 不 这不算输 我还没输 你就这么输不起吗 什么 胜负已定 不过 你方才展现的木火双戏能力不错 想当我徒弟吗 摇摇西向往之 梦寐以求 那好 一个月后 东陵国拜师大会 我收徒弟一名 那 旧人之事你不必担心 拜师大会竞争激烈 你早会做准备吧 是 摇摇定竭尽全力 怎么感觉赢的人是她呀 苏洛 你说过救人之后 便不再纠缠师兄 请你谨守诺言 是 是啊 不用一直提醒 禁止法力已解 可以自行离开了 摇摇先行告退 慧妃真好 大师这是 东西拿好 我们去救人 哦 那个大师啊 您看我也是木火双戏的 能不能也去参加您的拜师大会 你凭什么 你是炼药师吗 你懂采药炼药 提升药性 凝聚灵活吗 你有炼出过一颗完整的丹药吗 还是安静点 跟我走吧 这也不说误何吗 我们怎么 啊 滚了 等等 能不能先回一下再 到了 荣云大师 您这嗖嗖嗖的 是什么法术 好玩吗 我快被我玩死了 并非什么稀奇东西 不过是空间法术罢了 走吧 空间 不是绝技了吗 炼药师 空间法术 还懂地球方程式 它简直像是为我量身打造的一样 这个师父 我要定了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咱们就在有空间 咱们就在死 这一段时间 还要注意 这一段时间 只要不至于 很大 这一段时间 我们要拿出 钱 来 是 这一段时间 可以 我们要拿出 好 荣云大师 殿下他怎么样 还有救 不过 还需要一些高等级晶石 才能治出对症的丹药 需要多少 库房里就有现成的 如果不够的话 我这边还有 一百颗黄 一百颗绿 一百颗蓝 一百颗紫 三个时辰内集齐 否则 压制不住黑暗血脉 他必死无疑 这些包裹在石头里的彩色矿物 就是晶石啊 搁地球就是做珠宝首饰的料吧 这里竟然能用来疗生治病 真是刷新世界观啊 你之前从不修炼 所以 不知道也正常 晶石呢 分为红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一共七种 它是修炼者 必不可少的辅助原料 如果晶石等级越高 那么它就越稀有 而且 只有切开原石 才能知道晶石的品质 所以有无还得看运气 凌峰 晋王府还有多少原石 没了 全部都在这里了 算上北辰殿的 也远远不够数量了 三个时辰 实在是有点紧啊 最快捷的办法 其实是巨炎石场 不行 那个地方水太深了 除非咱们能够看穿原石表层 不然的话 就算过去了 也是纯粹浪费时间和金钱 主人 糖豆 糖豆 我爱吃蓝糖豆 那个 那个 就是 这个是那个 那个是原石 割牙 不能吃 我牙口好 我就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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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吃蓝色的糖豆 全石都还没切开呢 你怎么知道里面是蓝色的糖豆 我能看见 没剥皮的 还有两个红糖豆 三个绿糖豆 和一个青糖豆 但最最好吃的 还是蓝糖豆和紫糖豆 行了 行了 我猜里面是蓝色金石 干嘛跟我猜 难不成 你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东西 钱 有 等等 谁跟你猜了 我可没有钱 小钱 我替你给 喂 你要钱来做什么 做本钱呢 对了 桌上还剩两红三绿 一个青 三石 来看喽 刚从路日山外挖出来的上等原石 我的原石 脾向好 铲除金石概率高 百石送医 颜味切割 都是钢挖出来的上等 不要错过 就随便跑 一挑一个转 老人家 瞧瞧咱们这石头 你又干嘛呀 我要出去玩 外面有好多好吃的糖豆 等等等等 小心被人看见了 又过来抢你 为什么要抢我 你是条龙啊 又不是普通灵兽 别担心 我可以伪装成普通灵兽 怎么伪装 有多普通啊 主人 你看 这是你记忆里最接近我地形的模样 别乱跑 等等我 店家 你这原石怎么卖啊 我做生意啊 石在人脉石在劲儿 要多少自己挑 挑好了 就这些 这挑原石啊 大有讲教 姑娘 你让只狗来挑 是不是有点太随便了呀 不行吗 哎呀 行不行还不是姑娘你说了算 我只管收钱 如位 打扰了哈 明天是我们洛宇殿店店主 也就是我爷爷六十大寿的大喜日子 我爷爷他老人家有个爱好 就是菜食 我们兄妹呢 打算给爷爷送上一份开心大礼 所以今儿个 原石场的原石被我们包园了 让爷爷玩个爽 请大伙儿 请大伙儿 给我们洛宇殿一个面子 是洛宇殿的少主 洛浩成的洛蝶衣啊 吓死的 洛宇殿洛老太爷 是东陵国顶级高手 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啊 对啊 姑娘 要不这买卖就 先到先得 请货两清 喂 今天的原石我们全包了 没听见吗 要买明天来买 今天一颗也别想带走 听见了 但是我的狗不同意 你看 这个人有点难搞啊 那我们就让他服气 截招吧 这片土地上 人人都很狂 谁的拳头大 谁就敢嚣张 我从不轻易 暴露自己的光芒 除非你不识相 还要跟我装 一车二店 三公四是家 哪一个字提到了你爸妈 切条小狗 就想跟我耍 赶紧照照镜子滚去练他吧 韩孙的大姐 吓得一句多说 我学习的大哥 让你无话可说 告诉他 我们俩的家族是什么 落雨天的落呀 落雨天的落 实际的话 就赶紧认错 否则我们可以 让你原地爆破 一个头就让你自由弹彻 错了吧 人哪 竟敢无视我们 你不是好啊 钱拿着 站住 你被包围了 哼 听了我们的战歌 还敢走 真是不知天高地和妹子和狗 石灸出来 哥哥 他的原石 我们的原石 分不清了 主人 他们的糖豆比我们的更多更好吃 这怎么办啊 哼 傻瓜 哪有他的原石 这都是我们的 这些钱比你刚才花出去的还要多一倍 够意思了吧 拿钱有什么意思啊 敢不敢玩个刺激的 怎么刺激 嗯 我们各自选出三颗原石切开 谁开的金石多 等级高 谁就迎走地上所有的原石 怎么样 敢不敢玩哦 赢者通吃 哈 那得我们先挑 嗯 嗯 哼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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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放开我你这臭狗 啊 我的手上沾尿了 不好意思啊 这孩子没憋住 我帮你擦擦 好了 给 操死了 给你吧 快看 有个小姑娘 要跟洛宇殿的少主兄妹猜食呢 那姑娘有什么来头 这下游戏看吧 好 那么 我就要开切了 进行 我和洛宇殿的原石 看出李亚青石 哇 太厉害了 不愧是洛宇殿的少主 哼哼哼 继续 哇 竟然也看了呀 哇 神兽神父 就刚剩下那个原石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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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开出三块金石 百分百兆十啊 太神奇了 而且金石的等级品质 都比洛宇殿的高啊 这姑娘太牛了 打开眼界啊 啊 下来 这女的谁啊 她是我妹妹 啊 是苏将军府的废柴寺小姐 苏洛 不过 现在她已经背叛将军府 投靠晋王爷去了 这个贱人 将军府 你是她姐 哼 看着不太像啊 她也配 我和她势不量力 不如 让我们联手对付那个贱人吧 怎么样 哼 将军府算什么 我们回家告诉爷爷去 对 告爷爷去 收摊喽 苏小姐 什么人 我是你的盟友 什么盟友 哼 对付苏洛的盟友 你现在 在将军府不好过吧 明明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却被一个废柴拉下了 更可恨的是废柴也帮上了王爷 你甘心吗 好 既然这样 我们就聊聊吧 啊 怎么样 这些够了吗 哇哦 这些高等晶石 全都是你赢回来的 对啊 你真是一个 妖孽 开始吧 你们都回避 啊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主流小鸡鬼 有了那么多情 实在给我聊一个啊 好气好气啊 看不下 不吃了 龙云大师 难过他现在怎么样 好 让你们担心了 殿下 我现在 已经稳定下来了 太好了 殿下你终于没事了 我这就去给您准备沐浴和膳食 您等我啊 瞧凌风这小子乐的 你没事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走啦 那我也走了 拜拜 露露 你要去哪儿啊 天下之大 自有我的容身之处 天下之大 只有待在我身边最安全 王爷 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 在你身边 才是最不安全的 每次你走火入魔 你的黑暗血脉 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 要把我整个吞噬掉 要把我整个吞噬掉 我欠你的 已经都还清了 他体内的黑暗血脉 确实无时无刻都想吞噬空间法师 但一个空间法师如果足够强大 不仅不会被吞噬 还可以帮他彻底洗除掉那股黑暗血脉 您竟然知道他是空间法师 一个想要变得更强大保护自己 一个渴望挣脱黑暗力量的控制 你们应该是盟友 而非对手 罗云大师 请您告诉我 究竟要强大到什么地步 才可以既不被吞噬 又能帮他洗除黑暗血脉 强大到你能在碧落大陆上 称王称霸 洛洛 让我来帮你吧 我能为你提供最好的修炼资源 你随时随刻 都可以无条件地依靠我 依靠 洛洛 洛洛 苏洛 山日快乐 这个狗狗玩偶送给你 他和我一样 会一直陪伴着你 随时随刻 让你依靠 王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小狗 也不需要玩偶 我苏洛 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结盟 可以 但请你不要把我当成需要保护的花瓶 之前您说我不会炼药 没有资格参加拜师大会 如果在那之前 我自己学会了炼药了 若能做到 恭候光临 好好补助 你未来的救命恩怨 好好补助 你未来的救命恩怨 好 劳烦您得解释解释 出来立个恋有必要这么隆重吗 还有 塞我一套裙子什么意思 嗯 这个 可是谢礼啊 我的洛洛 你帮我请来大师 找齐药材 又和我结盟了 难道本王 不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吗 真是没知自信 该 我活该 话说飞了这么久 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 到了就知道了 那是一个 很适合历练的地方 我们到了 这不是什么都没 是 这是真的呀 我还以为是海市圣楼呢 海市圣楼为何地 这里是紫禁岛 平日沉睡在海底 每隔百年才浮出海面一次 这座宫殿 这座宫殿叫紫禹殿 里面藏着无数上古修炼秘籍 这些秘籍很厉害吗 嗯 这些秘籍种类繁多 不仅包含各等级的 风火水木雷元素修炼术 还有专攻炼药和空间的修炼法则 它们被通称为紫禹秘典 各方势力无不争相抢断 如果有人拿到其中任何一侧 定当为此展开一场漫无止境的厮杀 今年恰逢紫禹出海 来寻宝的人 不会只有我们 这样的历练 正合我意 你这龙驴马 可真是厉害呀 拖着辆车 都比我们还快 好久不见了 二位 我说南宫啊 你这急搜搜的 是打算干嘛呢 谈恋爱 难道不应该放选着点吗 北辰殿派你来寻觅点 是啊 怪我太优秀 哎呀 这门不错 挺结实的 看来不能强行进入啊 苏鲁 师兄 你们怎么还在一起 师妹 你这是什么意思 回答我 苏鲁 嗯 我不打算走了 理由 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话 理由很多啊 但是没必要告诉你 快快 你 来 看那边 是原始场那个女人 哼 女强盗 看我今天不好好长她一顿 嗯 苏鲁 没想到你是这么言而无信的人 小妹 需要哥哥出手呢 师兄 师兄还在呢 哎呀别吵了 原来要开启紫鱼殿的大门 需要集齐大陆上所有的灵力元素呢 那咱们这里都有了吧 风 火 水 木 雷 齐活了 还差一个 大陆上已经绝迹的空间元素了 都已经绝迹了 上哪找啊 反正都没了 就算不在也无所谓的吧 既然来了 那就试一试吧 在那争论并没有什么意义 师兄说得对 先试试吧 嗯 嗯 嗯 哼 懂事小屁 嗯 这 这 这 打开了打开了 果然没有空间元素也没问题嘛 这下 可以进去一探究竟了 哇 这里还挺好看的 童人 有宝贝有宝贝 干嘛 你又敢赢到糖豆了 今天不行 啊 哥 里面好黑啊 啊 怎么都不走了 你们怕黑吗 啊 哦 仔细一看 两边都排满了石头砌城的密室呢 而且图案好像都不一样 听说整个紫鱼殿 只有一间密室藏着紫鱼密典 其余的都是机关陷阱 这些门上的图案 难道代表了里面的机关 哥哥你看 啊 这间密室坏了一男一女 你说里面会是什么机关呢 啊 眼睛背上 小孩子问那么多干嘛 不 哥哥 哎呀 好了好了 我们去前面看看 哎呀 果然看不出什么端倪 能给你一眼看出 你就可以做探测仪了 嗯 探测仪 没什么 小妹 你在看什么呢 有选到心仪的门了吗 啊 不 还没呢 我们也去前面看看吧 嗯 算了 都是各凭本事嘛 我就选这间了 南宫兄 你打算怎么选啊 嗯 南宫兄 怎么 跑得这么快啊 我们就选这个吧 都听你的 啊 是宝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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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来的流氓狗 快滚下去 不要爬上来 这不是那个女强盗的宠物狗吗 快滚了 嗯 真是闹剧 我们走 宝贝 等等 里头危险 是宝贝 我再跟你说一次 今天不找唐栋 回空间老师待着 不 露露 抬头看 嗯 你市里市 沙漠 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嗯 哪怕 啊 啊 分头跑 露露 可恶 神龙杀 不 露露小心 嗯 嗯 啊 嗯 嗯 无穷无尽的城堡 这要怎么攻击它呢 小心后面 乐乐 那个难道是 它在有意识的保护能量来源 空间法师是不是能让空间厂静止 没错 你难道要 但你刚刚开出空间 应该还不能 空间厂 乐乐 放纸 不要联想自己 强行张开空间 你的身体会撑不住的 给我 停下来 我的身体会撑不住 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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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洛洛 没受伤吧 谢谢啊 总之能不能先把我拉起来 那是什么 好像是 灵弹球 有些修炼者在临死之前 会将自己最后的灵力凝结成珠 留给后人 若被砸中 必死无疑 不过 也有万分之一的几率因祸得福 不仅不会死 还会获得灵弹球内的灵力 万分之一 说好 你也许用得上 谢了 我会保护好自己 气男的门似乎消失了 接下来要找出口了 哪来的水珠啊 这是 奇怪 没有淋湿 身体还冲干净了 这底下 竟然藏着一具雨谷 小心点 又有什么要来了吗 这是在邀请我们进去的样子 嗯 看起来是这样 那走吧 呃 等一下 这里 还是我先探路吧 然后你再 大男人不要婆婆妈妈妈啦 跟我来就是了 这里就是秘籍师吗 我们是不是来对了 水 木 风 火 雷各系宝典 还有 空间修炼法则在 这一本秘籍好别致啊 那就是空间修炼法则 那我们找对了 我就说有宝贝 信了吧 是 错怪你了 传说找到秘籍的人只能带走七本 你来挑吧 嗯 我去那边看看 哎呀 没想到选错门被魔物打败之后 会被困在这里 师兄 师兄快救我 没用的 小妹 外面听不到的 嗯 这泡泡材质坚硬 似乎不能破坏啊 好无聊 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好 这就是最后一本啊 啊 我的 我的秘籍消失了 我 这个大概是结界类的空间 我们成功取其秘籍后 应该是判断完成任务了 看着我们要出去了 这里是最开始的密道吧 可以啊 连紫瑜秘典都被你们给找到了 啊 对了 哦 给你火系修炼秘籍 特地帮你拿的 这大恩 我就不谢了 以后啊 我会用行动来报答你的 我探查过了 门确实都是最开始见过的那些 哦 对了 这个给你 雷系修炼秘籍 谢谢 不客气 好了 紫瑜秘典到手 也该找找回去的路了 呵呵呵 和宝贝擦肩而过 某些人要哭喽 紫瑜秘典 竟然就在那间密室 师兄你要抢走 小蕾 秘典你要抢走 小蕾 秘典你要抢走 什么 熔云大师吗 我不会让给你的 绝不会 小蕾 哥 我一定会把属于你的东西 统统拿回来 回去要怎么和爷爷交代啊 地 地震了 地震了 啊 啊 等到 紫瑜出海的时间结束了吗 得赶紧出去 不然 我们也会属于一百年的 糟糕 哥 我们走 但是北辰 他死不了 快跑 哥哥 救命 救命 妹妹 我来救你了 哥哥 不要过来啊 快 这人一直走 应该就能出水来 你快跑 怎么回事 哥 这是被传送出来了吗 这个广场 是最开始进去的地方 真的出来了 奇怪 紫瑜殿还好好的 并没有到时辰 砸到了 是你搞的鬼 想帮你妹妹杀了我吗 跟我杀你这么结恨 我还要把属于我妹妹的秘典 和南宫流云 统统统夺回来 你疯了 你疯了 多说无用 求你死了 他们才会被我妹妹 糟了 他是认真要杀了我 这个能量 地里瑶瑶高了不止一个层次 怎么办 该怎么办 赵 叶熊的事 可恶 找不到时机使用 糟糕 我的兵 只要你沾上来 就躲不掉了 所以才能大范围攻击吗 上当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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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早从小妹那里听说了 你是个擅长逃跑的狡猾女人 这样一来 你就跑不掉了 哼哼 随便融化 哼 幻音 哼 真不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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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靠岸了 海里飘太阳晒 这冰一点都没融化 我那微弱的灵力也无济于事 再这样过个几万年 我就成了一块人形琥珀化石 被送进博物馆里展览 啊 那真是丢死个人哪 哎呀 奇怪 这里怎么会有一根小冰棍啊 南宫流云 哎 这冰棍长得好像我们家洛洛哎 太好了 他从紫月殿逃出来了 你在那愣着干嘛 还不快点把我弄出去 哦 把我弄出去 嗯 你刚才是不是说 让我把你放出来 嗯 我可以帮你 不过呢 你得先答应本王的一个条件才行 啊 还讲条件 我们不是盟友吗 啊 条件很简单 那就是 嫁给本王 什么 这个趁我打劫的混蛋 要不 我们先陪爱一下感情怎么样 改成 谈三个月恋爱 如果同意的话 就眨三次眼给我看 眨你个头啊 就三个月 如果三个月之后 你依然不喜欢我 那我绝不再纠缠于你 如何 喝 还差一下 一言为定 你 他的力量 好像弱魂多 难道他受伤了 再来 成功了 你怎么啦 南宫流云 你醒醒啊 喂 大海茫茫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明明自己受了伤 还强行用灵律给我解断 天要黑了 不知道岛上有没有魔兽 得赶紧找个隐秘的地方 山洞 你在紫鱼殿 究竟发生了什么 到底是谁把你伤成这个样子 难道是李瑶瑶 怎么烫成这样 得赶快想个办法才行 你好好在这里等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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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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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海岛上 应该有些草药什么的 说不定能给它炼点药 咬伤复原 这个是三叉苦 那个是隐忆花 野菊缸煤金转银盘 这岛上的草药很丰富嘛 好了 你想做什么 醒了啊 那就自己清理一下伤口 这瓶天灵水给你 再把伤口的腐肉挖掉 你自己搞吧 我头晕眼慌 没力气啊 是吗 我看你皮实得很啊 我为了找你在海上漂了一夜 都感冒着凉了 你就这么不管我吗 真拿你没辙 好好啊 我给你煎药 起来 趁热喝了 三分甜气分暖 十分不错 你当是九九九感冒零啊 你当是九九九感冒零啊 鑰匙留疤了 得得我负责你 如果你非要讲话呢 就讲零有意义的 比如呢 比如你和你师妹在密室里发生了什么 或者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 太好了 还以为你不在乎我的清白呢 那间密室 徐阴阳两极方可万无化生 必须阴阳灵修才能脱困 三师兄 请你不要这样 悠悠愿意 愿意的 那多简单 你们配合就好了 不过还有一种离开的方法 那就是复制一个巅峰状态的自己 然后自相残杀 打赢了 就能走 还好 最后本王赢了 归来仍是如花似玉的少年郎 那你师妹呢 他自有办法 我一离开密室就到处找你 心里装的都是你 没有他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 好了 接下来就等结巴掌肉了 你笑了 你刚刚笑了 你看错了 放手 难道你不想留下来照顾我吗 你个顶级高手 还需要一个弱女子照顾 啊 和自己打了一架 又在海上泡了一夜 人家现在好虚弱的 那你想怎么样 陪我养伤 给我喂药 哄我睡着 还要保证出现在我的梦里面 师兄 师兄 为什么 你连这样都不肯跟我在一起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这是多么大的羞辱你知道吗 李遥遥 你这个大小话 你这个大小话 好 你这个大小话 有意思 你不敢 我没事 你的伤还未痊愈 外伤抑制 内伤难好 我出去采些药材 再回来试着给你炼制一些 疗伤的丹药 你在这儿等我 别走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出去 万一岛上有魔兽怎么办 你不要冒险 我闭关一天就没事了 我不只是想帮你 也是想帮我自己 你是说拜师大会 在那之前 我一定要学会炼药 你是我认识的女孩里面 最拼命 最不认输的 不管你想得到什么东西 或者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都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认识 来 说 是你 你这女人竟然没死 你也还活着 凭什么我不能活 既然我们的命都很硬 那不如就再打一轮吧 隐弹球有番番之一的概率 会将能量传给被击中之人 他既然没死 那就是说 走为双剑 他果然变强了 南宫见到身受重伤 绝不能让李奥天发现他 不然我们都死定了 得想办法拖住他 给南宫争取恢复的时间 千万大 躺 我的法术完全挡不住它 被追上就完了 有了 有了 大何央 之前放在空间里的旧衣服 怕伤用招了 游戏结束 现在该奖励赢奖了 你想要什么 秘典还是人 无论秘典还是人 全都是我妹妹的 紫鱼秘典被我藏起来了 至于南宫流云 怕一个大活人 难道你还能把他 绑在你妹妹身边吗 能 只要你消失了 南宫流云 自然就会回到我妹妹身边 但你杀了我 就永远都找不到紫鱼秘典了 那就带我去哪儿 我的捆线绳由兵元素凝结而成 越挣扎就捆得越紧 死心吧 你有法宝 我有神龙 你个小吃货 雄拉在这里睡懒觉啊 小龙 让我看看你的牙口 还有没有以前那么好 等一下 干什么 我要方便 什么 就是放水 听不懂吗 懂了 你去那背后 我被捆着怎么脱裤子啊 你们女人真是麻烦 快点 快点去 别耍花招 我刚才就会给你 出来 作人 看我的 我 你 好厉害吧 好厉害吧 太久了 臭女人 你到底是在那撒尿 还是生孩子呢 这个臭女人 竟敢耍我 主人 再快点 不行 我已经到极限了 看我的 快了不知一点点大法 你帮我怎么了 池塘豆帮主人加速 厚实的能力可以转化为速度 正车速要失控了 冰雪凌鱼 鸡血凌鱼 小龙 已经回空间去 小龙 已经回空间去 小龙 继续跑啊 这是什么地方 这草 为什么是红色的 还有温度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冰雪凌鱼 这是什么东西 竟然可以冲散冰雪凌鱼 一无绝人之路 一无绝人之路 李耀天 由衷你就下来 欢迎来到我的主场 看来也不是你的主场 为什么 我的法术全部变成了火 他在这里施展灵力 会萤火上身 就好像是往自己身上 浇气油一样 难道 这里只能用火气法术 还有这凭空出现的能量 这什么鬼地方 看我把你灭了 大地急火 燃之不灭 风动者 半生修为机 好热啊 不行了 身体 就好像要烧起来一样 这个火通 就是我的坟墓吗 是主人把我救回了空间 等等 这泉水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烧起来了 半生修为算什么 你就死在里面吧 风动 好啊 哈哈哈哈 呵呵呵 苏洛呢 你是瑶瑶的男人 不要老惦记别的女人 苏洛在哪儿 呃 我刚刚用半生修为 把她封到大地起火之洞 你也可以 用半生修为把洞给破了 说不定 还能找到她没少完的骨头 呵呵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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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李奥天 占到底 甩一下就被蒸发了 啊 再这样下去主人就 啊 啊 说不定可以利用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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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洛 抓住绳子 我拉你上来 不要放弃 不要认输 不管你想得到什么东西 或者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相信 你一定都可以做到 苏洛 加油 我真的可以 做到吗 千万别放弃 你一定可以的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我 我爱你啊 其实 我好像也开始 有点喜欢你了 只是 已经来不及跟你说了 也来不及 兑现三个月的承诺 现在炼药滞伤 也不可能了 也再也没有机会 跟你见面好好道别了 这是主人采集的草药 怎么从空间里飘出来了 天灵水也出来了 这 Å Nobel 你还是跑 channel 你而言 在 ese 天灵水也 courtesy 为当然 天灵水也不变 外公司 天灵水 also 啊 啊 没了 热气也没了 主人呢 主人 你在哪 啊 南宫哥哥 你看 露露 露露 你怎么样了 露露 我 回来晚了吗 呸呸呸 我家主人还活着 他只是烧糊了 糊了 嗯 主人教我的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啊 里家外难 你是说 他的空间 嗯 主人把火都吸进去了 啊 不行 我得进去把他叫醒 这次完全是为了救人 真的不是占便宜啊 小龙 你得给我作证啊 哦 哦 露露 竟然还能见得 太好了 让我仔细教教 南宫柳云真好看 都舍不得说再见了 真难得啊 终于说心里话了 不过 苏露也好看 和南宫柳云超级等对 等等 我没死 我还活着 我刚才到底怎么了 ,好像吸入了什么能量 整个人都前所未有的 舒坦 啊 这是什么 药丸,药丸 主人昏迷的时候炼的药丸 我确实在脑海里 闪过给你炼药的念头 也就是说 这是我用意念 给你炼成的药丸 对了,你的伤怎么样 还有李傲天呢 那个家伙 得永远留在这个地方了 啊 但是你只剩下一半的修为了 你怎么了 是因为我吗 没事 你不是给我炼药了吗 主人 你的药丸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不但恢复了全部修为 而且感觉比以前更强大了 主人 你太厉害了 谢谢你 乐乐 实在太好了 现在 我终于有资格 去参加荣云的拜师大会了 啊 啊 那个苏鲁 满元石被他骗走了 找秘籍又被他抢先哪 怎么这么倒霉啊 哎,你说我们跟他是不是八字相冲啊 哦,有可能 听说 那个女人还要跟你竞争当荣云大师的徒弟 你就一点不担心吗 万一又是他赢了怎么办 叫我们兄妹俩的联网哪哥 能怎么办啊 就让他赢了 你就不能上点心嘛哥 哎呀,上心不如开心 哥哥请你吃烤地瓜 做人哪 最重要的是开心 我钱带呢 啊 哎,站住 啊 好大的胆子 敢偷我的钱 谁给你的勇气 贵人饶命 贵人饶命啊 哥 带他见关去 别别别 那种地方 有命竟没命出啊 钱我还给你 就饶了我吧 嗯,行的轻巧 贵人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呀 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告诉你们一个大户人家的秘密 一个秘密 换我一条命 承拨 什么秘密那么值钱啊 是苏将军府 十几年前的一桩旧事 都是我亲眼所见 这么多年来 我从未对外讲过 事情是这样的 哈哈 苏家寺小姐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去办事 嘿嘿 妹妹 哥请你吃烤田薯 烤田薯认真的吗 听起来好可怕 嘿嘿,挺高兴 吃肉去 喂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主人,谈恋爱要签生死状的吗 你还是不要谈了吧 会死人的 如果把这些早餐全部吃完 确实是会撑死 到了 朱日太远,哈密封了吧 紫鱼店历练太辛苦了 你要多吃一点 好好补补身子 你是不是想把我的主人吃撑死啊 这是谁家的孩子 可以让他消失吗 我是我主人家的 不过主人现在是你家的 所以我也算是你家的了 我家小龙真是太可爱了 是碧国大陆最开的链铛没有之一 以后啊,这里就是你的家 想吃什么随便吃 南宫流云,你给我听好了 虽然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 和过去有点不一样了 哦,那你说说是怎么个不一样了呀 我们现在是三个月的临时恋爱关系 但你不要再搞这些行事 我不需要这种浪漫 那你需要什么样的 我马上去改 菜品不用改 只要丢掉那个屏风就好了 现在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 就是备战拜师大会 虽然困难重重 但这是我唯一的选项 而你身上的黑暗血脉 也正等着我来清除 好,你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我都满足你 温世间大为何物 温世间大为何物 只叫生大相指 主人加油 准备 你好 对 是人家在讓著我 為什麼要讓著你 因為戀愛傻三年呢 再來 戀愛真的好難啊 一會兒叫人生死相死 一會兒又叫人反不拉 好無聊啊 體制練習之後還需要調整靈力 你不要打擾他 我餓了 我可以帶你去吃好吃的糖豆 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你要像喜歡主人那樣喜歡我 能不能做到的 不可能 好 這是江外之語 進負給東陵國的萬彩如意 這個呢 是之前榮雲大師給我治病 多出來的晶石 糖豆 還有這個 當年我在煉獄城迎來的水晶球 你是個超級大寶貝 你們龍族血脈高貴 普通的食物不足以果腹 只有奇珍一寶 才能真正轉化為你們所需要的靈力 只要你多在主人面前說我的好話 這些東西都是你的 要說什麼樣的好話呀 這還不簡單 你只要這樣說 你們再聊天啊 吐納結束了 現在整個人都舒坦多了 你們倆怎麼這麼親密了 難道你們在密謀什麼壞事啊 沒有沒有 我是不會為了糖豆出外主人的 從來沒見過這麼蠢的靈蟲啊 南宮流雲 你給我老實交代 我不是啊 並沒有 你聽我說啊 喂喂 措施措施 一二 各位東陵國的臣民 我是 我是 這什麼鬼魁魯 快換他 是的 殿下 到時候你就出來 都在我身上 謹記先生 如大家所知 我東陵國煉藥高手 數之不盡 人才輩出 但他們從不敢自認大陸第一 因為在他們心中 唯有一人 能稱得上是國事無雙 略不釋出 代表著煉藥師的最高峰 今天的拜師大會 正是這位傳奇大師 為招納高徒所設 也是我們東陵國的萬分榮幸 有請避落大陸 最強的神級獵藥勝手 榮雲大師 榮雲大師 您真是來無影去無蹤 轉眼就 出現在座位上 我只不過是 為了配合你的介紹而已 榮雲大師真是令人意想不到 下面我再重申一下報名規則 每個世家名門 只能派出一位候選人 每個候選人 要將自己煉製的丹藥 投入這個葫蘆 他會判斷候選人 是否有參賽資格 拜師大會現在開始 請候選人暗序報名 來 丹藥等級不夠格 報名失敗 有請下一位 報名條件非常嚴格 再看看這位候選人表現如何 丹藥並非本人煉製 丹藥並非本人煉製 這是欺詐行為 立刻取消資格 有請下一位上場 好 小爺來也 落雨店的落浩塵 你確定這個是丹藥 當然是 心有多遼闊 人生就有多寂寞 愛有多深刻 要玩就有多獨特 這叫999卡爆零 葫蘆按照紅橙黃綠青藍籽的順序 判定丹藥級別 剛剛發出紅色的光 落雨店落浩塵 報名成鵝 有愧是落雨店 好厲害 太厲害了 多謝各位 真厲害 請入座 好久不見啊 小劉絕 哇 是綠光 報名成鵝 那個是傭兵工會的北辰影啊 那個是傭兵工會的北辰影啊 清索 太舒適了 你的丹藥等級 是怎麼回事 怎麼 我會練丹你很驚訝呢 算了 報名成功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三位候選人報名成功 現在有請下一位上場 小姐人呢 我看她是沒戲了 呸呸呸呸呸呸 烏鴉放屁 大風翅翅 又一位報名成功 還有人報名嗎 啊 楠 她竟然還會練藥 本來她應該是我的太子妃的 好 慢著 我哥呢 我怎麼知道 別撞了 那天只有你跟她在一起 你贏了 我就告訴你 哼 你以為你能贏我 好 試試看 嗯 哼 哼 姚池宫的地狱 确实不同 太紧要 不愧是姚池仙子啊 太强了 紫光 是最高等级的紫光 他是谁 竟然比姚池仙子还要厉害 怎么会 他竟然 很可惜 你依然没有报名的资格 什么 根据报名规则 一个名门世家 只能有一位候选人 你们苏将军府已经有人报名成功了 你没有名额 不 啊 我们下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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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厉害了 我们下厉害了 我们下厉害了 来 借过 借过 展哥起 苏将军一家有个成年的八卦 关于不孕不孕的小气阿花 阿花胆子大 还运动作假 忘了边编个娃 快苏将军找吧 将军发现秘密 把阿花送庙里 为了面子过得去 他养大贾千金 每次看见他将军心里就来清 不仅来历不明还毫无灵力 招待以后他成了一个废柴 没有人追 也没有未来 拆胜金王爷 号称命运的安排 没有实力这件事儿 你就甭想起败 要这样一个废物 也忘了白师傅 我都听如云大师感到尴尬痛苦 什么歪瓜裂早都敢往上扑 你绕得脸 要脸脸 要脸好不 再说每一家只有一个名额 就是人尽皆知的游戏规则 你都不幸福 来这做什么 你呀根本没有报名资格 哥 给我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请问荣云大师 东陵国皇室可有名额 若按照此女所差 苏洛出身并非苏将军府 他若以我晋王府候选人的身份 可有报名资格 当然要 这下好了 这下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原来他是金王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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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弟弟 姚石公 是金王府 报名成功 爷爷给我布置顿书法作业 我还没写完呢 我先走了阿哥 选手就位 选手就位 第一轮限时练丹赛 马上开始 每个人分配的材料 都是随机的 你们需在三昼箱的时间里 用指定的材料练制丹药 按丹药等级 排名前四方可晋级 你用难度 一碗土 一盆水 一把碎金 姚石仙子 好可怜的样子啊 我这儿全是奇珍要宰 巧妇难为五米炊 要不要小颜云一点给你啊 不要算了 你尝到 你运气又如何啊 空的 笑死我了 这就是报应 报应啊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是啊 你这是存心的吧 终云大师 主人 我从空间里挖点材料给你吧 不行 那样就犯规了 哼 其实也不是一无所有 啊 别忘了 我可是木系天赋零力 哇 木板长出各种药材了 用木系法术激活木板 就能得到各种各样的材料 我会给你 这只能用木匙 一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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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扎 一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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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扎 快看 瑶池仙子的灵力是木火松懈 他拿到的材料是土经水三元素 所谓五星生八卦 八卦生万物 想要什么材料都可以生出来 那是什么火 好厉害 曾听父皇说过 东岭国境内有个大地集火之道 集火气形如漩涡染之木灭 就好像他这个一样 这火什么来头 开挂了吧 太过分了 主人 你上次练药不是这样的 上次我是怎么练的 你昏迷人练的 所以 你其实并不知道怎么练药 对吗 加油 小姐 加油 小姐 加油 我们一起给小姐加油 来 等等 还有不是我家小姐 小姐她外出历练 回来还不忘给你带秘籍 你连风一点感恩的信都没有 哼 这屋好难控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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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踢开了 差点就烧葫芽 时辰到 请诸位提交成绩 中等上品 上等下品 下等上品 上等级品 中等 下等 我 中等中品 四位晋级者已产生 依次是 姚池公李瑶瑶 将军府苏熙 北辰殿北辰颖 以及魏央公莫子锋 而第五名晋王府苏洛 以及他以后的参赛者 淘汰出局 啊 小姐 啊 凌峰和晋王殿下呢 殿下 未发现可疑之人 等一下 我忽然想起 家里很有点事 后面就不奉陪了 喂 你想清楚了 你要是退出 名额就顺言给别人了 哼 小刘绝 快宣布 北辰殿北辰颖祭赛 名额顺言 晋王府苏洛 晋级成功 北辰 加油吧 晋级的选手 请到这边抽千分组 进入下一轮比赛 里面有四枚棋子 黑白各两个 抽到同色的 就为对手 莫子锋白起 苏洛黑起 还是我先来吧 苏西黑起 第二轮分组结束 将军府苏西 对晋王府苏洛 摇池宫李摇样 对魏阳宫莫子锋 没想到这回他运气这么好 那个叫苏西的 看上去也不是很强嘛 不 我觉得这个对手 反而更加危险 盖师比赛第二轮 一对一的生死战 规则不限 无论是服用丹药 或开挂皆可 直至其中一方倒下 居然可以用药或开挂 那这可就胜负难料了呀 做好觉悟吧 我一定会成为 荣云大师的弟子的 喂 怪不得我一直看你不顺眼 原来是捡来的 幸亏我是捡来的 不然灭起亲姐姐来 还真有些下不了手 灭我 走着瞧吧 你不能输给他 因为你的命是我的 怎么 我现在到床万人迷了 这弄的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啊 真是尴尬 在下卫阳公布子风 苏勒 请所有选手进入擂台 好 小姐最帅 小姐最美 小姐加油 决斗开始 殿下 您为何说苏西更危险啊 依属下看 他也就是个中等天下的实力 远不及腰持仙子 也没那么厉害啊 直觉而已 如果他真有什么不对劲 属下可以奋力阻止 毕竟属下也有一颗感恩的心 荣云大师将整个擂台 用空间木罩封锁了 没人可以插手 你去盯着东南方 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 是 到底是我一身一归 还是真有玄机 我的好姐妹 你还记得吗 六岁那年 我们苏府年终祭祖 父亲交给我一个任务 轻点红道高 当时我数了第一遍 就是八个 第二遍就是六个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于是我假装离开关上房门 我看见桌子底下钻出一只又黑又瘦的老鼠 鬼鬼祟祟的拿了红豆钢往怀里传 我一脚踢开房门去抓那只老鼠 可它滑不留球四处逃窜 东躲西藏 就好像现在一样 只能跑 跑 跑 怎么回事 它不可能突然变这么强 短期内绝对打不到这个程度 三双 鱼 就走 这里 寸 点 ור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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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的灵力实在诡异 一定是背后有什么力量的知识 难道是 隔空输送灵力 他的帮手 八成就在附近 来一火塞不住 看哪老鼠就是老鼠 永远都逃不过被人追打的命运 你跟我在这扯什么童年回忆呢 我只知道老鼠被逼急了 连猫都敢咬 五叶风暴 请你的力量凝结成形吧 他居然用灵力凝结出了灵宠 真是不可思议 哼 让我们速战速决吧 五叶风暴 中架 有趣 正好我家那只也正闹着要出来玩玩呢 大招又来了 他要做什么 拿那衣服里藏了个灵宠 哎 那是什么品种 好像没见过呀 这其实 悬殊有点巨大 你竟然是神龙 天哪 牙手 见到本楼还不快下跪 主人 我帅吗 帅呆了 但是 晋王哥哥比我帅一百倍 这个事实永远都不会改变 终于完成一次任务了 小姐有灵宠 为什么之前都不告诉我 你这只人形灵宠 看来是要失宠咯 凶兽都要跪下当小弟 这小东西很霸气嘛 我喜欢 那是 让我想起了那一天在原石场 被震之狗按在地上摩擦时候的感觉 你对我的物业风暴 做了什么 看不出来吗 谁强谁就是老大 这可是 你们教我的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 从古至今 永远不会改变 你看不起我 是因为我曾经平凡 没有灵力 比你弱小 在你在更强大的人面前 又算什么 小姐 我也从小没有灵力 是最最平凡的女孩子 家里穷 想把我卖了都卖不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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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被将军俯马去 遇到了同样没有灵力的小姐 从此相依为名 不离不弃 苏西小姐总是欺负我们 但小姐告诉我 一定会有更厉害的强者来保护我们 我只是没想到 那个强者 就是小姐她自己 没错 她将来 还会走得更远 她必须扭 才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这些人 我对手 我对手 如果不及时 我对手 这些人 是 更强大的人 反正不可能是你 对我有点信心吗 姐姐 负担开挂 我看你能玩出什么名堂 空间场 空间 什么 看来你就算进入决赛 也未必打得过呀 毕竟 是空间 他是空间法师 看来新的空间法师真的重建江湖了吗 听我太师父说过 等空间能量再次涌现时 就是碧落大陆迎来黄金时代的时候 哇 永胜之年啊 真是太感动了 破了 你说了 我竟然 我会死在你这个废物手里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要杀死你 难道只有这样 才能证明自己是个强者吗 如果捧高踩低 欺负弱者是你们的习惯 那么从今天起 我要改写这个规则 换成我的 没错 没错 不出本王所料 果然是你了 为什么要帮苏西 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说 小王爷问题真不少 可我没义务解答 这些年 你们一直都在暗中找我麻烦 动些见不得人的手脚 这就罢了 为何突然调转目标 盯上口无关的小姑娘 来啊 给你机会 继续烦我 本王允许你逃了吗 说起来 我们还从未正面交手过 来吧 让我看看 你都用些什么招数 还想逃 放了又抓 抓了又放 这很好玩吗 这么耍你都不出手 脾气可真好 还是说 你是出不了手 往往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正确的 你 不能直接攻击本王 或者 你们不能攻击人族 让本王瞧瞧你们真面目吧 没用的 他不过是个傀儡 告诉不了你真相 自我很小开始 鬼子这个组织 就像幽灵一样 时刻萦绕 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逼我爆发 但今日他们出现 却不是冲着我 而是苏洛 是我连累了他们 你的黑暗血脉跟空间法师 绑定在一起 他们找上苏洛 也是早晚的事 大师 您是否知道 我的血脉对他们来说 到底有什么用 无可奉告 大师 属于你们的使命 自有道爱的梦片 与其猜疑追问 不如看看眼下 两场比赛胜负已分 进入决赛的是 摇池宫李摇摇 进王府苏洛 摇池宫李摇摇 好好习 公再买力 公再买力 好习 公再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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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王哥哥 今天我要在主人面前说你帅 再接再厉了 碧落大陸之南 有座沟楼山 山顶有燃之不尽的神木 神木之火 欲暴风不满 欲暴风不灭 神木的火焰 经年烘烤着四周的山石 使之近翠甚可 成为了万年恒温的火源石 第三轮决赛的地点 是我缔造的一个秘境 那儿藏着一颗火源石 你们谁能把火源石带回来 谁就可以成为我的亲传弟子 遵命 决赛秘境 居然在一张小小的棋盘上 而对决的人则化为黑白棋子 他们的每一步行动 都可以在棋盘上观察到 这 就是所谓旁观者清 当局者谜 黑子苏落 白子李遥遥 我们不仅能知道他们的走向 还能了解他们的状态 棋子的光芒越盛 代表局势顺利 光芒越弱 代表陷入困境 光芒 则人死 死 大师 您之前可没有提出要付出这种代价 人生如棋 落子无悔 有意见 他不会输的 这里不是 瑶池宫的地下迷城吗 我从小就在迷城训练长大 对每一处都了如指掌 简直就是送分体 横平树直没有弯道 是迷宫 小神龙 你绣到火源石了吗 火销在那边 真棒 带路吧 真的和记忆里一模一样 瑶池宫的家族图腾 他爷爷亲手刻下的灵力俘虏 还有 小时候和哥哥捉迷藏 他躲起来吓唬我的地方 哥哥 你在哪儿 你躲在哪儿了 就在这儿 你过来就能看到我了 哥哥 哥 如果这个秘境真按照地下迷城 来设计的话 火源石 一定放在光明阁 你们看 黑子和白子就要相遇了 看来 这就要爆发第一场战斗了 乐乐 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啊 这边更黑了 什么都看不见 中原 看 这就是火源石 你从哪儿刨出来的 藏在小里 我一口就咬出来了 光明阁本身无光 所有的宝物皆藏于石壁内 只有用瑶迟弓的寻宝秘诀 才能在黑暗中找到正确方位 启动石壁取宝 他们竟然就这样简单粗暴的 既然如此 我也简单粗暴好了 用这个当手电筒 咱们原路反 你还要把这些东西 黑旗白旗 狭路相逢啊 把火源石交出来 你和你哥哥还真像 一样的咄咄逼人 你和你哥哥还真像 中间法师 在我面前还不够看 为什么你能启动秘境机关 熊云告诉你的吗 这是摇池宫的光明狼 关押过无数的叛徒 罪人 熊云大师没有告诉我什么 他只不过 开了个后门而已 开后门 你什么意思 还用问吗 既然大师这么安排 那么决赛就是走个过场 而你 不过就是个陪跑的 熊云大师对你这么好 你不会是他生的吧 各种缘由 好 你就慢慢猜吧 从来就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 熊云大师也好 师兄也好 都只能是我的 好 黑子怎么了 难道被白子打伤了 看来 苏洛可能有危险 小姐 明明就是我找到的火源石 结果被太抢走了 以前你不是在子鱼店抢过人家的石室吗 还在赌水场上抢过别人的原石呢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抢回来便是 回来 这地方还出得去吗 空间变小了 空间变小了 不仅变小 空气也越来越稀薄 新女儿 她绝对是荣月的新女儿 打开尽致 绕进去 大师 里头可是空间法师 拜不了师 也好歹留条命吧 师兄 苏洛呢 她情况如何 说 你就不关心 我有没有拿到火源石吗 大师 请过目 没错 是这一枚 请授徒而已 授徒这么大的事 怎么没请我来观战呢 好美的小姐姐 这人谁啊 阴霞心子 那位曾经在一夜之间 血洗了三大顶级世家的女魔头吗 她和荣月大师是什么关系啊 看着就很有故事 你的消息倒是灵通 没办法 谁让你总是处处躲着我呢 云哥哥 多谢你履行承诺 帮我收了个这么好看的图啊 你说什么 师父 他是谁 看清楚 我才是你的师父 十五年前 云哥哥在烟霞洞府 误伤我的大弟子 他对他终生不能修炼 我们说好他得还我一个徒弟 今天 姐姐我就是来讨斋 什么 多话说 伤一个还一个 也是天经地义嘛 对吧 可瑶瑶 只愿拜入您的门下 烟霞也是炼药师 你跟了他也一样 磕头 好强大的威亚 起不来了 怎么 看不上我 我只是 想成为 大陆第一的烟药师 不服气 好 我 我还偏要收了你 有磕头 把尸 强人所难 收了我 又有什么意义 你不知道吗 我就是这么偏执啊 别碰火了 快没空气了 主人进空间 我们一起 如果身体在这里被压成肉粘 灵魂进去也白搭呀 哦 主人 空间接空间 你是说用我的空间 去连接荣云大师的空间 找到出路 明白了 空间场 糟糕 大师的空间里压制着我的空间 根本无法展开 更别提 要连通在一起了 又养齐了 活着真好 你的头好像出去了 再试一次 原来和大师的空间连通 真的可以活命 只要脑袋出去 身体还在这儿 这种是不是叫断头求生 那是断尾求生 断了头可就玩完了 我想一想 能不能让空间变大 这空间力量到底怎么用啊 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我 我得自己装我 自己装 这是什么东西 合并了 哇 主人空间变大了 主人不用断头了 比刚才艰难 一定是我灵力还不够 但就算是用蛮力 也得给我合上 必须 合下去 快进来 主人 在别人空间里面看自己的空间 是什么感觉啊 非凡的感觉了 一 二 三 土耳官 应该是不回东府吗 成功了 我出来了 仙子 火焰石是他先找到的 我用了技才抢过来 不如您收他为徒吧 什么状况 我只挑最好看的 银哥哥 你说对了 我不要 我不想把女魔头为师 露露 你没事吧 我好像错过了一场大戏啊 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既然第一名被人劫走 我就勉强收你为徒吧 露露 你考虑清楚 这人行事随性 我不希望再经历刚才那样 眼睁睁看着你 差点死在他的空间幻境里 却什么也做不了 好 对我而言 现在最重要的是 拥有强大的灵力 才能帮助到你 也才能保护我自己 大师 晚辈从头到尾充满了困惑 在拜师之前 可否单独聊聊 那就聊聊 有话现在可以直讲 大师 三个问题 解惑了我就拜师 好啊 我数着 第一轮比赛 当我被揭穿 不是苏家人以后 您好像一点也不惊讶 高门大户 谁家没点故事 第二轮比赛结束后 南宫流云告诉我 有人向阵法里的苏西 输送灵力 整个擂台比赛区的空间 都是您打造的 您就一点都没有任何察觉吗 不管过程如何 最后是你能吗 不是吗 那要按这个逻辑 最后一个问题 我不问也罢了 不妨说来听听 李瑶瑶似乎对您缔造的秘境 特别熟悉 还启动机关将我困住 她说 您给她开了个后门 你能想到通过连接空间的方式逃出来 着实令我意外 至少不用我出手捞你 您这是故意让她赢 还是存心让她输呢 不如这么说 我非要收你为徒 你敢来吗 回来了回来了 就是不知道她们聊得如何 徒弟苏露 拜见师父 为师定会好好栽培你 不开心 没有 那笑一个 笑不出来 那就是不开心了 是为了你的师妹吗 你是专门来气我的是吧 我师妹拜另一个前辈为师 自有她的造化 我有什么不开心的 那你臭着这张脸 是因为我了 你明天就要跟着她去云雾峰 我们有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了 不管是炼药术还是空间法术 我都会尽全力学习 感觉你还挺期待的 太过分了 有人才刚开始恋爱就使乱中气啊 是是是谁抛弃你了 要经历离别 我们才能成长啊 所以在你上山修行期间 我也打算回一趟念云城 突破境界 这才对嘛 不过咱们那三个月怎么办 应该进入热恋阶段了 突然间分开 不行 我要利息 利息怎么算啊 从你答应我到现在只过去了两巡 还剩下两个月零一巡 分开的每一天 我都要翻一倍计算 假如你我修炼一年之后才能见面 那恋爱期就自动延期至 是 两年零两个月零两巡 算盘打得真好 我们家小姐原来不是废柴 是天才啊 神仙一般的荣云大师都受她为徒了 我得把行李打包的齐全点 不能饿着动着我们家天才 我们家王爷更厉害 早就是天才了 却还要不断精进修为 这不马上要回练语城深造了 我得给她打包的完美一点 不能委屈了我们家王爷 云雾山那么冷 得戴上这个 还是我们家小姐亲自练的药呢 说是叫什么来着 九九九感冒零 不给我们家王爷爷来点 真好 只是我再也帮不上她什么忙了 那你想不想 像你家小姐一样蜕变 挖掘潜能 激发灵力 从普通人变成修炼士 以后 你不仅可以在她有困难时出手相助 还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我想 但我怎么可能 我又没有灵力 手脚还笨 脑子也不灵活 我不给小姐添乱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你就是这么看你自己的 手伸出来 干嘛 你混蛋 等一下 你虽然现在没有灵力 但不代表以后不能开发出来 感受到了吗 这就是灵力的感觉 好厉害 想要吗 想要 愿意为她付出一切吗 愿意 那就由我来训练你吧 嗯 照顾好自己 嗯 当我们再见面时 我会成为了不起的炼药师 而你也会更强大 我们都会更好的 嗯 云雾峰的入口 不用介绍了 这里是云仙殿 这里通往云仙药园 这里 是我的居所 精春阁 你禁止入内 啊 这是分配给你的小月 脆白草 从今天开始 你就在这里自行修炼 自行修炼 就你那半吊子的炼丹水平 还不配让我亲自叫他 先把这册子背熟 再来找吧 啊 师父 就这么走了 这算是教材吗 从理论到实践 避落大陆十万灵草 完全支把要点 这么厚 啊 啊 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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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空的 没得吃没得玩不开心 这件师父也太高了 放心 你主人会发达的 要开始赚钱养家了吗 不 哦 是要开始啃输了 哦 我家主人真是勤奋刻骨 手不识倦 废寝忘食 秉烛达旦 哦 哦 文基奇武旋梁此度 文基奇武旋梁此度 哦 好像离发达还很远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整整一天就勉强记住了三十六种草药 嘿嘿嘿 就算起来要背下整本书 得两千七百天 也等于七年吧 主人 就别跟自己气了 只能说明背书这桩饰吧 也不太擅长 再这样下去 也不说南宫流云的黑暗血脉 还等着我去治 就说师父一看我这么笨 还不把我一脚踢出师门啊 我得想个法子 这东西又出现了 这 这个是 还记得那回李瑶瑶想把我们困在石头里吗 就是靠他 我们才绝处逢生的 但我也不懂他是什么 这是空间心邪呀 空间法师用来控制和强化自身空间的核心法宝 居家理性必备之神迹神迹 那他能把我背书吗 这个嘛 好了我信你 是神迹 心弦啊心弦 麻烦放个大招 我要求不高 背完这本书就好 我的弦呢 主 怎么搞的 我把自个儿的空间玩坏了 我正常 他却连一个字都没说完 难道我有了高速移动的能力吗 不对 不是我能高速移动 而是整个空间变慢了 时间一下子多出来好几倍 果然是神迹 这下有的是时间让我慢慢背了 短短短数月经 你的灵力有了两次极大的突破 直到回来蛊骨修为 这很好 为师安排在雷泽 给你开辟一处地方闭关 多谢师父 此外 徒儿有一事想请教 不知师父可知荣云大师的来历 哦 你是帮自己问 还是帮别人问 荣云大师睿智强大 但在他选金传弟子的大会上 却几次出现暗杀 那烟霞仙子也来得太过巧妙 前后一联想 总觉得像是他在默许这些事情发生一样 他看不上瑶瑶 想把他推给烟霞仙子 这也不无可能 但是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被他收为徒弟的那个人 对我而言很重要 我可以确定 他不会伤害你的那个很重要的小朋友 为什么 你猜 怎么连师父也藏着话不说 你们到底知道些什么 没关系 还有你 不 师父 姚姚错了 我现在心甘情愿跟着师父修炼 你往我脸上动了什么 好疼 我在帮你卸妆 写什么装啊 我是素颜 我炼制的这张面具 可以破除上古密法仪容幻影术 转路人的真实面貌 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他的种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也没有找过什么仪容幻影术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了 而我的云哥哥也快要上门了 好无聊 看着自己像一个门神 谁来救救我 抓到你了 是金王哥哥给主人的 我帮助人看 别之后二弟向心 望远古川疏落心渣 但问平安 金王哥哥主人非常平安 不平安的人是我 想念你都为我的姿势 和你的藏宝香 对了 我可以给金王哥哥回去 让他给我寄宝贝 求金王哥哥给我寄一点金石 求金王哥哥给我寄一点金石 这是洛洛画的吗 它什么意思呢 莫非 洛洛也是思念我的 不过是数十天 却恍若五六年 祖心虽成 一刮一刮 五又何尝不是肝肠寸断 什么自保重治所派 受 晶石啊晶石 什么一刮一刮的 金王哥哥应该明白了吧 洛洛送我一朵花 好 我便回奏万千群方 нем О 以前为人家吃鸡鸩一把 现在为人家吃鲜花 怠语差太多了 不能再这么想计了 金王哥哥 神主山什么狮儿猎日圆圆 我不想看了 我变心了 我去师公那找宝贝吃去 师公 师公你在吗 我闻到了 你一定有宝贝 师公不允许主人进去 可没说不许我进去 你想去哪儿 不好玩 我要为主人顺便 为什么我走不了 师公 你有空间力求进我 这段时间别去烦你家主人了 他在为了自己的虔诚努力你 师公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寂寞呀 不是 我是说你有点饿 要不我请您吃东西吧 我有道哪首硬菜 硬菜 三十天 终于背完了 那个师父好久不见了 算到你今天背完 走吧 去哪儿啊 从理论到实践 咱们现在就去实践 师父 这天刚蒙蒙亮的 我们去哪儿啊 药园 采药 药园 碧枭果的形态特点 采集手法 你应当记得 嗯 今天就练习采摘碧枭果 是 是 你在这里等 师父 能不能提前说明一下 药园是个垂直的 好 我提前说明一下 如果你掉下去 北师不会救的 形如纺锤 外皮透蓝 叶脉如刀 气浓香味色 有洗髓脆体之功效 视为必消果 应该就是它 沉昏割阴阳 褀色吹必消 该摘果子了 够不着啊 先采出支点 最后一步 不过必消果断根之前 不能用手碰 又怎么接触呢 有了 是 之后 救命 想活命吗 那就赶快 赶快什么 赶快想想你的空间怎么用 我要放手了 眼睫 移动 恭喜你 突破了空间撕裂术的第一层壁垒 原来 这是在同时教我修炼空间法术和炼药术啊 还算机灵 垂直的药员对旁人来说异常危险 但在空间法师眼中 这里就是游乐园 去吧 找其炼制必消丹的辅助药材 师傅 叫作业 作业 我只收成品名单 休息半珠箱 然后开始下节课 是 玉炼灵丹 必须精通灵火控制术 灵火太弱 欠缺繁拙之力 灵火太盛 又惶惶不安 灵火太飘 则有报复之行 作为一个空间法师 我们的灵火中不光有灵力 更要注入空间之力 彻底掌控它的诞生 它的变化 它的烟灵 整个过程 都尽在你心 达成此技 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炼药 伸出手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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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你看 我的火苗控制的不错吧 师傅 作业完成 人呢 怎么又变得冷冰冰啊 跟它一句夸奖 怎么就这么难啊 不过没事 等我练出高级灵丹 师傅总能正眼瞧我了吧 师傅一定会正眼测验 闭眼视线 全方位锁定你 小红春 主人你踩了好多灵草啊 看看 都认识吗 这叫金盏银盘 有清热解毒 丧云活血的功效 叶菊花 疏散风热 消肿解毒 三叉苦 去风除湿 散于止痛 不过不过主人 为什么你采的 都是一些治感冒的 极出灵草啊 越是简单 越考验炼药技术 我要用这些材料 炼制出 口感还不错的感冒药 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钱 好啊 我负责采药炼制 你负责推销 那得想个好名字 既然主人现在那么溜 这个要不如就叫做 溜溜溜 其实也可以倒过来 雄九九 为什么 不是为什么呀 你倒是给个理由啊 不然我还是更喜欢溜溜溜 等等主人 我仿佛看见了什么 不会吧 输机风铃 可以拖宽灵脉强化灵斧 愿急突破境界 全天下修炼者 消遣脑袋都买不到的 输机风铃 还给我了 你不要 再看看嘛 难怪你今天这么高兴 原来不是为了 揪揪手感冒铃 是为了输机风铃啊 什么啊主人 有毒吗 我们进空间 用天灵水洗一洗 空间 等等 数机风铃好像移植到空间来了 移植 长得这么快 看来我这空间水桶特别好啊 是不是可以拿来炼丹啊 用那个 对啊 开始吧 哇 快你吃下去 独大打坐 看看效果 这树鸡丹吸收了好难受 不断冲击我的灵锁 拉扯我的灵脉 好疼 但又有一种 可以吸纳更多的天地精华 承载更刚修为的感觉 狗人 你怎么样啊 我们要突破了 现在应该是 出击炼药师了吧 啊 没有停下来的极限 难道还要继续突破 成为出击炼药师吗 哦 不 突破到到极了 我还没见过谁 可以从出击一路 突破到到极了 这一点都不妙分恐怖的 好吗 主人 你没事吧 我去跟师傅说一声 我们好像真的发达了 师傅 我已经突破到 青春阁你不准来 对不起对不起 一模一样 他是这把匕首原来的主人吗 冻起来了 美人割发赠晴朗 想不到师傅 珍藏着这么浪漫的美人图 别碰他 不是告诉过你禁止进入京春阁吗 你为什么来 为什么毁了我的话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一启动就忘了 忘了 你知不知道 他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真的 非常抱歉 滚 你的 师傅教我那么多东西 我却弄坏了他的心爱之物 怎么这么笨哪 拿什么陪人家呀 真的有 摩植相思树 一根帘生相交一矣 其形无常变化万端 所结相思圣果 可遇万种伤痕 枝叶造枝 可入浮生一梦 浮生一梦 就是画中人可以动起来吗 相思树 曾经位于人族与灵族 两界相争的战场中央 就是如今的黑暗森林 即兴罢满来犯必诛 入灵者皆有去无回 这么凶残 画面里的女人 对师父来说一定很重要吧 重要到明知是假的 却还是甘愿沉醉 在这虚幻的梦境里 只要取到相思树 造出新画纸 师父就能继续做梦了 我闯的祸 我来补过 我来补过 我是女乡 � 行 幸好 ذا 我来补过 ata 再 谁给你的勇气 拿这种垃圾兵器来偷袭本王 金哥 爸爸 爸爸 爸爸错了 爸爸投降 投降还不行吗 求投降啊 你可没资格当洛洛的儿子 明白了祖宗 真是的 一百二十年的醉仙酒 被我爷爷珍藏在书房里大半辈子 为了看望祖宗您 我给偷出来了 怎么样 这一气 够感动天地了吧 光顾着偷酒 没工夫修炼 我看啊 你比以前还软 软 祖宗 酒可以乱喝 话不能乱讲啊 我要不是怕被你认出来 但凡我把我那大弯刀一亮 好 怎么着 我肯定还能多坚持几招才输给你 干 干 大半年了 除了我师父时不时来点拨几下 你是第一个上到这云海雷泽来找我说话的活人 不是 我说兄弟 我要是死了还能说话吗 哎哟 弟弟我早就知道你寂寞空虚冷 所以特地的收集了好多故人的八卦来给你解闷 怎么样啊 想听吗 能让我惦记的故人可不多 你且说着 我要是不感兴趣 就光喝酒 不说话 首先呢 你那同父异母的太子哥哥 他已经成亲了 对象是个小地方的名门闺秀 你父王不同意 但他死活都要娶 还有啊 那苏将军府彻底败了 他女儿苏西 经过拜师大会一战后 内力尽失 苏将军又为了追查当年婴儿调包一事 杀了很多府中下谷 有心怀仇恨者 举报他独职 行贿 贪财等罪行 最后 老得个全家流放的下场 哎呀 你们晋王府拿到太平 林峰不仅把上上下下打理得很好 还一直训练小绿罗 听说 他近期爆出了第一丝灵力 有了修炼之根了 一百二十年的老酒果然不错 一口干了最好 哎呀 留点留点留点 好啦 我马上就要讲到嫂子了 快说 拜师大会之后呢 嫂子不是跟随荣云大师去了云雾峰修炼 没有人知道山上的情况 但是呢 兄弟我为了小祖宗你呀 费尽了千辛万苦 耗尽巨资 才收集到一个情报 嫂子她还活着 怎么样 是不是很开心呀 祖宗 祖宗 宝宝三言不皮了 师父 她下山了 一个人 历练还是采药 不知 但探子说 她往黑暗森林的方向而去 黑暗森林 她怎么会去那里 看来我想要的人 果然是的 哼 必须是的 好 黑暗森林入口有借林 数聚而哭 遮天蔽日 闯入者当为借 连一个活物的气息都闻不到 应该就是这儿了 这大白天音的跟晚上一样 主人 我帮你探路 小心点 没想到这一转眼一年都过去了 也不知道那个家伙现在怎么样了 等我找到相思树 造出画纸赔给师父以后 就去炼狱城探望他 糟了 可千万不能让小神龙知道 我有这种想法 不然那个家伙肯定会笑话我的 星星 专注了 在帮师父找到相思树之前 不要乱冒这些奇奇怪怪的粉红色泡泡 小神龙 快回来 主人救命啊 什么人 欺负我家子儿 救命啊 原来是后面那轨啊 原来是后面那轨啊 我看还是撤了吧 美人姐姐 要逃的也带上我啊 你谁啊 我又不认识你 相思就是一种猿 我的名字叫紫园 真是怕了你了 啊 这腰 喜而勇尽 这腿 长而停云 这拳头 焚而犀利 这能量 令人上进 啊 普通管你不怕 那就加点料 陪你去看 流星火 女孩 可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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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姐姐的恩情无以报答 不如让我一生小随吧 我说姑娘 有病就去治 别走二哥 其实我只是想说你人美心善武功高 能不能带我一起走啊 我很乖的 你当我是你保镖吗 保镖 不不不 你是女战神 跟着你贼完全感 方才我刺开空间的时候 你动作那么快 说报就报 可见武功也不错啊 好像并不需要谁来保护吧 我这辈子就两个优点 跑得飞快和说珍稀话 别的就不行了 那既然身手欠家 你一个人来这黑暗森林里头晃有什么 这不是找死吗 我也不想啊 都怪我家里实在是太有钱了 好多个空还特别不低调 于是我就被人绑架了 路上逮住机会跑出来 没命的逃啊 哪知道倒霉 逃进这么个鬼地方 要不是有恩公相助 只怕紫妍今天这条小命就这么交代出去了 要不是你拉这么大个怪 我还没机会当你恩公呢 我道歉 我赔罪会给钱 只要你保护我平安地回家 我就能给你修一座命 把你当菩萨供起来 这样啊 但我并不想收你的钱 也不想被你供 为什么呀 因为我发现跟你在一起很倒霉啊 怎么这样说人家 你怎么又爆啊 你这样让我怎么开空间啊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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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很抱歉弄坏了您的话 我现在就去黑暗森林寻找相思树 为您造纸 另外 这匕首不知是否曾被师娘使用过 留下来作为赔礼 徒儿苏洛尽伤 师娘 真是个傻子 那石头大怪物追得很快啊 难道 他也会空间法术 不是同一个 嗯 前面遇到的 身上的草被我烧掉了大半 石头也发焦了 但是刚才遇到的那个 却没有烧过的痕迹 难道 他是来给前面一个报仇的 嗯 可是这石头之间 是怎么通风报信的呢 又来了 又来了 真是一魂不散啊 不小心 这树根有问题 所有攻击我们的石头 可能都是他在暗中操控 什么树的树根 能伸得这么远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 相思树 那不就是一棵树吗 能占多大地儿啊 普通的大树 根系可以在地下铺开 延展几百米 这魔值怕是远远不止 假若它的根 便不整座森林呢 也许我们一踏入黑暗森林 就已经成为了它的敌人了 这么厉害 快用上你的空间能力 咱们离开这座森林 你当我的空间是任一门哪 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 我灵力不够强 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空间瞬移 逃不了多远 那怎么办啊 小神龙 做那位小姐姐离开黑暗森林 我留下来 挥一挥这魔值 不 我要帮你 喂 听话 她在这里只会给我添乱 好吧 我 比手留给师傅了 手头也没个趁手的武器 好 那就再先造一个吧 加点空间之力会怎样 还不走啊 好霸气的空间之力 加上来自地心深处的大地结合 杀上黎明普通的火星发尸干了几十倍 水棒了 我家主人当然帅了 别滑了 快走快走快走啊 啊 嗯 嗯 啊 测云 。 啊 ок 了 死雷星赫 给我发 你之前是抓的 我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抓我 正好 我也要把你的椰子引用 喂 你出了这一招还会别的吗 绑架犯吗你 这又是什么 怎么 你要毒死我 你的相思果不是可以练成通天神药吗 不是决定好的样材吗 不要用来干坏事 我只不过是想借几篇树叶造纸 又不会伤害你 太小车了吧 我不吃宁死不走 这书太古怪了 我得撕开空间离开这儿 要是小命都没了 还怎么给师父赔礼啊 通不了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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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没有 啊 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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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是他 哪里 这好吧 就不用 Production 啊 做得很好 哦 来了 是 这 无将半生战役赐鱼乳 愿乳不负所托 守心见怒 我小得路 放心嘛 那你呢 我 不必借故宫之令 师父 祭之已死 他又在看什么 孩子 哎呦 拉过家的娃娃好可怜喽 稀里哗啦哭了一整天喽 叔叔请你吃果果嘛 吃完我们一起耍 红红果果甜又香 娃娃吃肉长得胖 悄悄咪咪望外望 你爸你妈在搭掌 这是什么歌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 听不懂你还来找我 我还奇怪嘞 你长得既不像那个锅头发的女娃娃 也不像那个要我哄的奶娃娃来抽啥热闹 你能跟我说话 明明是你先给我看那些画面的 还说我抽热闹 什么意思吗你 我只是想问问你认不认识他们 晓不晓得我跟他们约定了个啥子四年 我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我只认识那个男人 他是我师父 至于那个女人和你们三位到底在做什么 我完全没有头绪 哎呀太老虎了 到底那个才能告诉我吗 你先回答我 为什么要进我空间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着间间一卡进我的林子 我就注意到你了 叔叔我苦守黑暗森林多年 好不容易得来个空间法师 请你来上门聊个室 你怕我啥子嘛 你可真敢说 只会整个林子来攻击我 也叫琴 叔叔的热情你不懂 我在黑暗森林这个乡下咔咔 叔叔我得得抑郁症了 只有空间法师能够进我 跟着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所以我单方面决定挪过我 任个祖室 啥 你进我空间任我为主 不用跟我商量的吗 咋过吗 我这种战斗植物界的大佬 任你为主还把你委屈了说 很遗憾 不过我已经有一个灵宠了 是条龙哦 小猴子喽 哪个说只能有一个灵宠啊 有了你的修炼者 嘴水嘴 莫不成千上万 战斗的时候 全部给你砸起 哪个阵掌啊 我啥子翻你 滴滴不激动说 花儿都收起来 听我跟你慢慢拜 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个顶尖高手 之前砸得也太深了吧 大骗子 别闹小龙仔 你能不能感应到你主人的方位 赶快找到他 带我过去 你少来了 我都不知道你是好是坏 带过去 害了我主人怎么办啊 我要是想害你主人早就动手了 还用等到现在 再啰嗦 他就要被这些树给弄死了 给我来 给我来 主人 主人 你没事实在是太好了 主人 你听我说 这个大骗子原来一直在骗我们 他之前知识藏得太深了 没想到是个顶尖高手 三两下就把大妖术给批断了 他怎么了 被妖术叫走活了吗 啊 空间 他是灵魂进了空间 出来混江湖 多储备点知识好不啦 不过 抓主人的树怎么没了 也许是天上突然砸下来一颗流星 把妖术埋到地下了 还留下这么一个坑 你才是我龙生中遇到的最大的坑 下山了 落灯了 老鹰冲来抓小鸡 你真来的是数十人还是鬼啊 不管是什么 看样子来者不善 这一关 你要是帮我们扛过去 我再也不骂你是骗子了 成交 答应的爽快 但你连个像样的武器都没有 怎么打呀 你可以说我紫颜个子小 但绝对不能说武器上 让你看看我呢 大老鹤 转变王 大老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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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olves 强烈 我 直接取胜 徒儿受教 你那炼玉成的小师妹 本事还可以 只是鼻子不够赢 连睡魂烟都没嗅出你 气死了 速度很快 他从来都是只有小聪明罢了 糟了 住招了 救人 对不起了 师兄 不是我吹牛皮 有我在的地方 下盘是根连着根 石通八达 上盘是支连着支 绵绵局倒 我一森林下 整片森林都是我的武器 叔叔拔不拔倒 稀里不稀里啊 啊 霸道 稀里啊 还有更霸道的 但凡你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瞬间伸根发芽 霸展整片园野 撑起半边天空 哦 还有吗 多点 我会跳舞 我会唱歌 还会活唱 我会比心 一多不压身 特别好 衣裳都不是我嘴吐出的油点 我才可恕嘛 最要命的就是太富足了 比如说 诶 李瑶瑶 烟霞仙子 让我瞧瞧 这一年来 云归个栽培你一定很用心吧 本以为他会抽空来解救我手里的瑶池小美人 或者至少来找我谈判 哪曾想 他倒是当真一别两宽 撒手不拐 看来姐姐选错人了 前辈没选错 师父对我是放养事完全不关心 你抓了我他也不会来的 不过如果前辈想了解师父的生活 我可以慢慢跟你聊啊 他早上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晚上吃什么 几时入睡如何修行 他的口头禅 还有他的小师父 别听他废话 这人狡猾得很 别上当了 师父不是要退却他身上的仪容幻影术吗 弟子 愿意效劳 你倒是挺积极 行 动手吧 仪容幻影 这是什么法术 我没有中过怎么推啊 你最好祈祷自己中过 这是什么 好痛 既然此人是云哥哥处心积虑手下的徒弟 那他的死活 云哥哥一定很关心 会马上来救他 你守着 为师去布这个防御阵法 叫我的云哥哥进得来 出不去 是 惨了 小神龙不在 没人帮忙啊 这是什么东西 眼跟被啃咬了一样 好疼 老妖婆炼制的锁灵汤 越挣扎 越是四肢尾泥 全身虚弱 如果我是你 就不会浪费力气 老妖婆 看来你和你师父面和心不和啊 能在他面前这么忍气吞声 为什么 还是先关心一下你自己的处境吧 你是指我脸上的东西 我何必操心 我知道 摘下面具以后 我应该就会变成你面纱底下的那副鬼样子 对吧 你 怎么 是吗 被我猜中了 孤方自赏的摇池仙子 总会把自己引以为傲的脸遮起来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你变丑了 我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时间差不多了 让我看看 不是你 我竟然弄错了 他不会来找我了 他不会来了 怎么办 他不会来了 我从来没有中过什么银蓉幻影树 你为什么不试试那个苏洛 为什么就不是他呢 许音哥哥那么轻易地就把你让给了我 难不成 其实他从头到为小妖的 都是那个第二名的苏洛 可我的脸已经毁了 我该怎么活下去 哭有用啊 你让摇池宫的探子盯着云雾山的动静 一旦苏洛下山 立刻通知我 只要如我所愿 回时可以尝试 为你拔除脸上的毒素 我会让你如愿的 夹住于我身上的伤痛 我要统统还给苏洛 好吧 既然你都猜到了 我也不妨告诉你 在这药水时辰一道 你只有两种结局 要么拿回真正的容貌 却成为咽下仙子的眼中钉骨中刺 要么就像我这样 世人眼中的仙子 现在一生都毁了 你可开心吗 很快 你就会经历我所遭受过的一切痛苦 你脸上的面具会干枯 军力 在你脸上像刀子一样划出一刀刀裂纹 当他们一片片片脱落的时候 你的脸就会 就会 和我一样了 别难过了 也许我可以帮你 你说 什么 有刺客 有毛病 兄弟 到底谁的病更严重 怎么一声不咔就跑啊 这个 刀刀之 chociaż 接 nich 你 行 藏 你 能不能 没有 没有 可是 你 不是 我们 你们 你们 你 你们 露露被咽霞接走了 麻烦打了 你帮我 你帮我 这些疤痕和伤口 腰痴公都无其可适 就连夜霞自己都没有把握治好 你怎么看 开口说这样的大话 因为我也中招了 总得自救吧 不过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慌吗 原因有三点 第一 我心里素质强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第二 我爱面子 从不轻易认输 让敌人欢喜 第三 我命好 常常一手烂牌 却打得风生水起 一年以前 我还只是苏府 人人可以践踏的废柴小姐 而你家是显赫 美若天仙 法力高强 我们就好像 一个在云间飘渺 一个在泥地里挣扎 但现在 咱们却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 反正你都无路可走 死马当成活马医 信我一回又如何 你还真想帮我 是我疯了 还是你疯了 怎么 情敌就要势不两立 你死我活呀 如果你喜欢的男人 不喜欢你 三条路 下策 搞死情敌 可即便这样做了 那个男人最终也不一定属于你 中策继续追 上策放弃他 与其卑微的爱 但得不到回应 你还不如先学学怎么爱自己 闭嘴 我和师兄认识十年了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 等自己长大 等自己变得更优秀 如果没有你 他爱上的人就是我 女孩都喜欢这样骗自己 以为自己会是她的唯一 其实比起某些表面上给过你希望 却又在你背后把你伤得更深更痛的人 你该庆幸遇到的是你师兄 至少他不曾满嘴谎言 给你虚假的希望 胡说 胡说 在感情里 人都是付出多少 就想要拿回多少 既然仙子这么懂得等价交换原则 那咱们谈笔满了吧 这 这是什么 我的灵力虽然被锁住了 但空间里的相思术却可以出来作哑 给他一个支点 这区区动死 根本不够他玩的 就该怎样夸假死夸 火有大地激活 又有魔之相思术 再加上空间 你果然尽非细笔 不过 我师父的封锁法阵 他依然解不开 他解不开你可以呀 你解开法阵 送我出去 杀了我也不可能 我明白 你现在反正活着也没多大意思 不怕死 但是如果我用这个和你做比较 万一呢 上古圣物相思果 可炼成通天神药 至于万种伤痕 包括你的脸 想要吗 通天神药 万种伤痕 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一点不慌了吧 老妖婆离开时说 去加强防御法阵 他通常在洞府的北面炼制结界 咱们猛难 别使用灵力 不然会惊动他 这儿离他所在的地方最远 可以多争取一点时间逃走 这面具弄不掉的 别费劲 只能等药性过去 自动脱 给 谢谢你 不需要 咱们交易而已 养青 嗯 你今天说的话 我会再想想 总之 我们 后会有期 这是 是 难道这防御法阵 既防攻入 也防撤退吗 哎呦呦 我这是看到一出什么好戏 你们俩 这是要私奔吗 跟进我 空间私立 什么 我处心积虑地想要留住云哥的 还会让人能在这里轻易地施展空间撕掠树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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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老毛深算 你说你会帮我拔抽脸上的毒 其实也是骗我的吧 我不过是给你的希望罢了 还有 你说谁老呢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背叛你了 这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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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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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思术 你抑制空间撕裂术的法阵 应当借助了 弥谷草的力量吧 我不信你还能挤了 我的相思术 刚才潜入你的洞术 搜到了你的所有药材 毕落大陆十万灵草 完全之霸图点 第七百三十一章四十八小节有记载 三桑雕堂寻物之根 以无燕的晕火制之 可恋成砖破弥谷草的破阵灵 三桑雕堂天 四桑雕堂寻物之 四桑雕堂寻物之 四桂雕堂寻物之 哪有 一桑雕堂寻物之 二桂雕堂寻物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妍 小妍 醒醒 季王哥哥 你终于来了 但是你来完了 主人不见了 你没事吧 师兄 对不起 我一直帮你盯着嫂子 她下人以后 我是想保护她来着 后来见她一高人胆大地进了黑暗森林 才突发奇想 想试试嫂子的能力深浅 结果玩脱了 把她给弄丢了 什么师兄 原来你们认识啊 自责没有用 人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 知道是谁做的吗 以及对方有什么目的 还有 最有可能把咱嫂子带去哪里 北辰哥哥也来了 是个实白烈的攻击我 和那个摇池仙子的武器很像 肯定是李瑶瑶 她一直都讨厌主人 不对 对方是放烟雾蛋的 倒是像传说中烟霞仙子的杀手锦 至于她的目的 去 搞了半天 连对手试谁都没弄清楚 就这点能耐 还想去试别人的水 谁 谁呀你 北辰殿 你有大意 告诉你 我炼狱成鹰姐弄丢的人 我会亲自把她找回来的 哼 你是哪根葱啊 没资本对我指手画脚的 那就麻烦这位一姐说说清楚 到底人是被带去了烟霞洞府呢 还是摇池宫呢 总不能让我们白跑一趟吧 你 够了 我和小神龙去烟霞洞府 你们两个去摇池宫 一旦发现线索 立刻相互通知 不管是谁的地盘 我会把她 毁得一片渣都不剩 哼 大师也来寻陀 趴在你的云雾山上待得好好的 突然跑去黑暗森林 又极可能是被你的旧有劫草 大师现在才来关心 不觉得晚了一点呢 你不是要把这里毁得一片渣都不剩吗 好像有人帮你做了哎 哦 那是谁啊 这是大妖术的残根 哦 哦 这是大妖术的残根 看その里 朴子 名战 岩 你 你终于来承我了 是你把苏鸾带走的 是 你知道吗 我洗掉了 一如幻影术被我洗掉了 那个孩子 那个被你藏起来的孩子 我把它找出来了 你说什么胡话 苏洛仁哪 再不说我就 云哥哥 他长得不像你 我终于放心了 真的放心了 原来你跟我一样 都是求而不得 你对他还做了什么 谁毁了你的洞府 当然是他干的了 大地激活 相思磨质 还有空间之灵 不愧是他的女儿 师公 这些技能听起来 别叫他师公 他不配 我一直觉得不对劲 现在终于明白过来 当我一发病 你就那么巧合地回了东陵国 当苏洛需要变强时 你就刚好需要收徒弟 拜师大会也是疑点重重 苏洛不是苏府亲生 早一天不说晚一天不说 偏偏就在他没有名额的时候抖开 你步步为营地推动着这一切 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到底在隐藏什么秘密 我还是那句话 无可奉告 你 烟霞的阵法被强行突破 会产生巨大的反噬力 阵法主人固然受伤最严重 但苏洛也会遭到波及 你还不去找吗 提醒你一句 他可能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我也提醒你一句 等苏洛回来 我不会再让他靠近你 你知道 当我看见那孩子的真面容以后 突然间明白了什么吗 我只有一明白 你拒绝我并不是因为其他人 而是依妃 依妃 你就是没有办法爱上我 对 就算世界没有那个人 我也不会爱你 真好 这个答案我很高兴 云哥哥 最后求你一件事 好吗 好吗 说 杀了我 让我彻底解脱 从对你的迷恋里解脱 从对自己的致命不务里解脱 好吗 好吗 永别了 让我一时清醒的云哥哥 我 那是 烟香 你不是个坏女人 你只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上的人 为了吸引她的注意 做尽了蠢事 这寒雪冰镜会帮助你疗伤 百年之后会自动打开 到那时候 希望我才是真的解脱了吧 但现在 我还有未完整的任务 我是一个命运的囚徒 当我选择接过老爹手里的刀 杀死那只无辜的小狗 从那一刻起 我就不再是我自己 我开始拥有层出不穷的身份 装扮各异的脸 他们不仅仅是伪装 也是我的本色 因为在面具下 在油彩下 在珠光下 在映幕下 真实的我 根本不存在 我热爱过这样的自己 也至于 痛恨过这样的自己 我尝试过用背叛 来完成和过去的决定 却得到了最无情的嘲讽 那就是 我也遭遇了一丝背叛 这些过去的记忆 早就被我尘封起来 可为什么此刻 却向海底的霓莎 再次翻顾 你终于醒了 三皇子殿下 我这是在哪儿 这里是 是你救了我 多谢 这我们找到你了 好 洛洛 你 你不要害怕 有很多事情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身上有许多秘密 想听我慢慢到来吗 这是 我吗 为什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要么 拿回真正的容貌 要么 就像我这样 真正的容貌 一种幻影术 竟然是真的 洛洛 你想知道的一切 都可以问我 你是我认识的云琪 是 我传到这个世界 并非意外 是 你来这里是为了追杀我 不是 这个世界是你的另一个阴谋 不 这里 才是你的家 一直都知道 知道 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 只要你愿意跟我走 曾以为我这一生 就是替别人打打杀杀 到了碧落大陆 我又以为 终于不再是别人的一杆枪 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 然而现在 我发现一切都是谎言 关于自己 我根本一无所知 关于前路 我更是看不清楚 我到底 是谁 成详录 任你叫我牵绊 半朵笑张 在我眼中 你只是我的云 凹骄轻狂 是因为我在你身旁 任我轻视若烟热痴狂 过夜只是那属于你的落 我的红尘 也只愿意绕你独身 原来相爱就是接受绝不放开 原来一句话就能够翻墙到海 悲欢聚散无奈 也认回期待 原来山本还是只求一个心安 原来有你在就跟上帝和天荒 就算到山或海 我也敢闯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